大家好,我是友军,欢迎来到友军时分 Pedemic仿佛已经进入尾身,BC省也将逐渐开放 我在近期会多介绍一些本地商业,为迎接复苏做好准备 本期先从Guanville Island开始 Guanville Island和Stanning Park Gastown一样都是文革化的地标 如果你不是这里的居民,可能不会对它有深度的了解 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平时买菜或饭后散步的地方 右手边就是Public Market,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商铺 我们会在下期讲细介绍 Guanville Island形成于1915年 它是由两艘挖泥船把Forsquake水下的泥沙挖出来 形成的一个人工半岛,有14万平方米 刚开始的时候,岛上都是水泥、沙石、煤炭的生产场地和堆场 故称为Industrial Island 直到1970年后,再逐渐成为一个艺术、文化、民俗、美食、休闲、旅游的天堂 现在看到的是Guanville Bridge 而在片头看到的是Broad Bridge Forsquake,也就是福西 指的是从Broad Bridge一直往东延伸到Science World 来Guanville Island玩 尤其是带了小朋友的 有一个项目不要错过 就是去坐水上巴士 水上巴士在这里有两家公司 一家就是这里的Aquabus 另外一家等会会看到是Forsquake Ferris 这些渡船来回于Forsquake各个站点 包括Guanville Island Science World Yale Town Ketslano等等 正好有一班Aquabus靠岸 下来几个乘客 这是价目标 如果去对岸的Yale Town 可以在Hombie Street下船 小朋友两块七毛 大人也只有四块 Guanville Island被分成几个商业区域 刚才的Public Market是其中的一个 现在我们进入Creek House区域 演出Creek House区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u内供 左手边有一艘吊起来的木船 它是BC省渔业遗产的重要遗迹 于1929年服役于加拿大沿海的捕鱼业 后来由这里著名的海鲜餐厅的Sed Bar全镇 展示于此 让人记住Guyville Island的工业根基 这是一间丝绸编制工作室 曾德店主同意 我走进店里拍摄了一段 经老太太介绍 店里所陈列的所有商品 都是从这台机器上编制出来的 现在看到的是The Sand Bar 温哥华排名非常靠前的一家海鲜餐厅 前面吊起来的木船就是它捐赠的 Innershook Gallery 是这里的一家图著文化工艺品商店 店门口就放了一个Innershook石堆 这里可以买到原住民手工木质图腾雕刻 顺便说一下 温哥华最大的Innershook石堆在English Bay 它象征着安全、希望和友谊 作为艺术俱乐部的三个舞台之一 Grivel Arnett Stage是无数获奖作品的诞生地 一些加拿大知名的达人在这里表演了他们的才艺 包括Nikola Cavendish Ann Motifi Jeff Haislap Brent Carver Mori Parker Jackson Davis Stage 等等 Stage 外面有一张地图索引 上面标注了所有的建筑设施和比较大的商户 现在我们回到布拉德桥前面 去看一下另外一家水上巴士公司 Forth Creek Ferris 飞机 门 aret ja 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我们看到一家租船公司 如果你已经不能满足乘坐水上巴士 可以租一艘快艇来试试 而且价格并不贵 16尺 4人坐的每小时45块 租4-5个小时 从这里往东可以开到30W的 或去西温到豪上 驾驶这种10人以下的快艇 不需要来审 驾照即可 我们站在着的deck上 有很多木桩之城 这些木桩常年泡在海水里都不会烂 并且被很多贝壳包裹着 A Bread Affair 是本地一家有机面包房 它位于Granville Island的中心 店铺前面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 是专门给街头艺人表演的 影片看到了这个复杂的机械装置 模拟了滚凝土的搅拌过程 岛上的Ocean Construction水泥场 至今仍然在运作 我们从这条保留的铁轨 也能看到当年工业繁忙的痕迹 别具特色的哨纸店 就在水泥场的对面 水泥场东侧 就是著名的艺术大学Emily Carr的旧址 以及它为年轻人开办的艺术学校 儿子Embrana 再往前走就是船屋了 到Granville Island来 一定要来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 由于Sea Village是私人物业社区 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 远远看到居民们在喝茶聊天 感觉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 很愜意 Pier 32是Emily Carr的一个教室 往南走几步是Forth Creek社区中心 再往前就是Granville Island Hotel 穿过Hotel的Lobby 就能来到温哥华最好的露天餐厅之一 Darkside Restaurant 夏天与清友来这里共进晚餐 面对这样的景色 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酒店后面有一个小山坡 就是Rong Passport Park 每年7月1日国庆节 在这里有只大蛋糕 爬上山顶 向东一直可以眺望到Science Worl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